慈悲能解毒 什么样的剧毒 慈悲心前面全部化解 你们能相信吗 这是神话了 这靠不住法 果然是神话 果然是靠不住 对他来说 可是对佛法来说呢 不是神话 是四世真相 什么道理呢 一报随着正报传 就这么个道理 我们晓得 所有一切物质 都是原子电子 基本粒子 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 金刚经上讲的 这个世界 疑或像 疑 就是一个物质 现在讲的是基本粒子 都是这一个 物质 组合成的现象 这什么力量啊 让他组合的呢 妄想 我们六道里面的现象 是妄想 一切法从心想 什么 所以这种毒素 毒气 是贪嗔痴 组合的 我们现在用 清净心 一对付 马上把它化解掉了 他那个结构 就变掉了 所以 心底 清净慈悲的人 吸进去 这个毒气 吸进去 他马上就化解了 化解成 清净的养分 别人吸进去 马上要死 他吸进去 得营养 佛家讲 这些大道理 你要细细去参 你才能参透 真正参透之后 为什么住在深山里面 修行人 毒蛇猛兽 跟他在一起 像朋友一样 为什么能跟这些东西 能够相处呢 慈悲心 清净心 这些事情 我相信 你们同学们 听得多了 佛门许多书籍里面 记载的很多了 静态的 我们还能够想得起来 记得起来的 虚云老和尚 给老虎 授三规 给狐狸授三规 这个在 虚云老和尚 念谱里面 我们看到的 绝不是假的 当时 许许多多人 在现场看到的 那个老虎 不会伤人的 印光大师 七十岁以后 他住的疗坊 蚊虫 蚊蚁 跳蚤 这些小动物的学 一个都没有 原来这个房间 只要他老人家住在里面 那怎么都搬家了 都不伤害他 小动物通灵性 见到心地 清净的人 慈悲的人 他尊敬 所以我们被这些东西咬了 我们身体肮脏吗 贪嗔痴慢吗 他才来伤害你 这是近代这些高僧 做出样子 给我们看 我听说 这在香港 过去在香港奖金 听说 虚印老后商 曾经到过香港 大家知道 他一年洗一次澡 衣服都很脏 领子上的油垢很厚 可是他衣服有清香 不像我们这个衣服 要几天不洗 就脏的时候 臭味难闻 他放一股清香 那是什么 人心清净 算了 ész得订全今代 托文峰 发生 诊言 拉二 岛 颠 舌 缠织 grupp 感谢观看